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备又要刘禅是诸葛亮为父 然后又回来 诸葛亮说 我知道您返回来的意图 近来虽然整天谈话 有些事还没有交代 又来听取决定了 你所要问的是蒋婉是何 李福道歉说 日前确实不曾询问 如宁面年之后 谁可以担负重任 所以就又返回 在请问蒋婉之后 谁可承担重任 诸葛亮说 费可以继任 又问费役之后怎么样 诸葛亮没有回答 其实 在诸葛亮躺在病榻上 李福还将刘禅的一句话 转述给他你的儿子诸葛瞻如何安排 诸葛亮这时候才恍然大悟 原来刘禅一点都不傻 刘禅担心诸葛亮权力太大 他一死 诸葛瞻会像曹丕废除汉县帝那样废了自己 如果说刘禅真傻 那么他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要知道 此时诸葛瞻才八岁 刘禅现在不担心他 但是以后呢 刘禅能够看到多年后的事情 展开全文诸葛亮知道刘禅的顾虑 于是留下一句话 家中八百棵桑树能养活他 诸葛亮此话虽然没有纸 接给刘禅下保证 但是也明确表示 诸葛瞻不会夺你地位 诸葛亮辅佐刘禅 稳定了俗汉十年的基业 诸葛亮死后 刘禅真正掌权 他又将俗汉维持了三十年 虽然他有些贪玩 但还是有能力管理好俗汉的 或许有人会说 俗汉的后三十年 全凭诸葛亮挑选了大臣来维持 这话并不准确 诸葛亮虽然留下了大臣 可是真正做主的是刘禅 如果刘禅真傻的话 早就将这些人罢免了 还能任由他们留在朝堂吗 尤其是姜禅 当初诸葛瞻还曾上奏啊刘禅拿回他的兵权 可是刘禅并没有听 因为他知道 现在的蜀汉只有姜禅一个将军可用 如果没了姜禅 那么蜀汉迟早灭 刘禅这个人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刘禅在右人上非常有主见 他知道 自己的本事不大 如果不用贤才 那么蜀汉很快就会亡国 对于君主来说 只要用人得当 也就可以稳定大局 刘禅并不是傻子 他是有自己的 缺点 那就是贪玩 他之所以只维持了蜀汉三十年 就是因为后期 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玩了 这才导致了蜀汉灭亡 因此 蜀汉亡国 并非流禅智商不高造成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